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语录 谈不上什么要求 一切随缘 他们刚才跟我说 你说你不录了 说要走 真的吗 那怎么想的呀 刚才那下沉啥样了 那还没上台呢 紧张的 已经到三百六十度了 特别紧张 因为她的芭蕾蕾头打着这 你看不清吗 她有点大 因为她的范形 对 她的范形 她打着芭蕾蕾蕾 初次看 她特别有文静 我们大哥喜欢 我觉得她这文静的劲儿啊 她有一种文静的感觉 你就选择语录 谈不上什么要求 一切随缘 这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淡定的吧 把一切都看得平淡了 这个东西啊 人的命天如灵 我一样细掉的 该我什么样 什么样 那我就担心 就没要求 可能就是要求太多的意思 她没有要求 她就变成什么了 我说的算 我说合格就合格 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也许在这个择偶的路上 可能就会 对 因为没人没办法 没人能够真的帮你 所以来选择找我灵魂的另一半 与她携手道 提妖狗了 提条件了 来 我们问我们今天现场的男嘉宾 一号 二号先生 您的要求是什么呀 我的要求啊 就是你想长个什么样的呀 找个美女啊 美女 你觉得我们张女士算是美女吗 是的 二号先生呢 挺好的 挺漂亮 挺漂亮的 就是这种感觉的女士 是你想要找的那种吗 是一号嘉宾想找的那种 你觉得一号更喜欢她 是吧 对对对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想找什么样的 找一个 在世界上都有帮助的就是谁 你看 就是每个人大体都有一个他喜欢的类型 所以特别想知道你喜欢那种类型的呀 我不要求外边要求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信任 能沟通到一起 我们这节目里面 您看有我 有马剑老师 是 还有一个王的 您从这三个里面选出一个类型 应该是庄老师的 一定他找一个相似性的 其实他可能自己和庄老师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都属于那种挺儒雅的 他也是 他可能跟那些比较闹腾的 他有点hold不住 我喜欢女人比我强的那个 我不喜欢比我弱的 喜欢要比我弱的 喜欢要比我弱的 也淡定了 也不想去提很多的事情 因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很多矛盾滋生并非谁对谁错 而是在于两个人的立场不同 价值观不同 最终他是因为有了下 在我有外遇 有了下孩 女人永远是弱人的同情 说实在这个爱情的东西叫子嗣 女人嘛 她结了婚 谁就说找一个男人都希望这男人忠诚对方 你不忠诚对方 她有一个寒心的 这很重要 她这种不好见 不容易敞开心扉 对 绝对不一定的 她的心 她的关闭的 二号先生 你依然觉得一号男嘉宾特别喜欢我们这张女婿是吗 这是我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个人观点 我感觉是 哦 那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把一号男嘉宾请上来吧 咱们跟他聊一聊 然后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儒雅的那款 好不好 来 闪征有请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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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何振青 今年49岁 北京人 敌意 无子女 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热爱旅游 好玩 我的缺点是有点大男子主义 小心眼 我想找一个温柔大方 性格开朗 有事业心的女人 不管她在何方 我愿意跟她走完后半生 这身材不比张老师差 比我强 个头应该也比张老师高 高多了 高多了 这只要戴富眼镜 那儒雅劲也行 行吗 还行 听到吗 还行 挺干净的阳光的 就这 行吗 你戴着有点像老花鸡感 这个男的戴着很好看 特别滑稽感 我们这个何先生我觉得挺活跃的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属于自由职业 以前做什么工作 一直做生意呢 以前做生意 那现在还做生意吗 现在没有 那平常都干你啥呀 现在 你比如说 现在在家 待着等你等你死 把过去的十月东西再慢慢往回 不怪 我是从90年 到俄罗斯 完了 主要在匈牙利 跟保加利亚 还有捷克尔 这个三个国家做生意 老想觉得 结了婚有孩子 给孩子留一个好的教育啊 什么的在金钱上 在各方面 物质上面 都能达到一个水平 我呢 一直是这种心愿 因为我心中的理想 没有达到 所以拖得很晚才结婚 您结婚的多大岁数啊 我结婚 47吧 我这结婚呢 很简单 是 当时 我是跟一个朋友 吴玉当中认识这个女的 这女的是开一个饭馆 完了呢 我们认识呢 就是以朋友 都走得不错 后来我也在做生意 在生意当中呢 帮着我喜多 就跟我提出 结婚吧 说咱俩不错 结婚之前就谈着这个 我说我这么大不结婚 为什么 就是为了一个自由 对吧 说的既然你帮着我 我也是一种感激 跟她结婚 说她都同意 都同意完以后呢 我们就去领了结婚证 领完结婚证 第二天就变了 变什么样了 把你看死了 我现在觉得感觉这个男的不是太定性 他的心还是浮的 怎么能看你呢 就是你去哪里 去哪里跟着你 有一次 我们吃完饭以后 去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几个人 排七百十 他问我 咱俩呢 我在七百十呢 完了呢 他说我找你了 我说那你过来找来呗 来了没待一会儿 就翻脸了 翻脸了 就是好比我在这儿来 我说你别来 天下来我也不高兴啊 因为这个地方 我说你跟着 我是不是在家门口呢 我哪里没去 我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来干嘛来 聊聊 那我急了 急了干 咬完我已经周周了 大伙子 你说我这么大岁的时候 刚跟你结婚 你给我周周了我哪干 像我这种人 我就绝对不会去找他 我觉得去了 找不是好结果 去的更没好结果 你是带着气去的 你去的能有笑点对他吗 完了标上有那么多的人 有能给他面子吗 能做到这个吗 你一急肯定是吵架 所以说还不如说 论完他在哪知道就完了 这事我得问问张女士 你听到这儿 你觉得她那个前妻 做的是有问题吗 那是你在你有事业当中 做生意当中是出去玩 还是在你没有事业当中 出去玩去 都是朋友生意圈的人 当时很就很 我可下不来谈 就说要周周嘛 生意是生意 生活是生活 把生活和生意分不开 那这个日子走一会儿 责任还是在你 在给她一种感觉 不放心的感觉 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感觉 感觉 是你回答很正确 本身婚姻就是一种相互的系统 人间在限制上才能够婚姻 如果正常的情况 像像好比咱们正常的 你老公说去哪儿的高位 你会找她去吗 不可忙 她本人经常 对她经常就在外面 就回家 而且你看她47岁才不见了 她一个人一点 我问的这种对飘哪儿算哪儿的日子 您觉得她这样行吗 比如说您去打牌了 然后她不高兴了 她回来之后她不再理人了 您跟她说什么话 就冷冷淡淡的 而这种冷淡 一直持续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四个月 她不管你了 您觉得这样的婚姻好吗 当然不好 你说吧 这媳妇去周周的不行 爆发的不行 再回来吧 说我不理你了 行这事我不说不行吗 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 这一月不说话也不行 冷暴力了 对啊 那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哥 还是我们俩认的时间还是短 他在家也是一老小 他也是一老小 我也是一老小 他属于什么 说说两句话 惩了 三点了 一个人爱一个人 他会去包他很多东西 如果他要是真心爱情女的话 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 尤其像这个年纪 就是像这个不成熟的年纪 对吧 这是一个条件婚姻 对 没有爱情 我这种感激 对就是变成这个女的相中你了 可以这么说吧 也可以 所以他呢 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对 以后然后提出来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走在一起 对 似乎你变成了婚姻是一种回报 对对对 接着你就提条件了 咱俩结婚行 但是 我一辈子自由 也并不是 我47年都特自由 跟你在一起要继续延续这种自由 这时候跟你在一起待着的人 有几个是新婚 没有 不就您是新婚吗 对 你问问谁新婚是这种生活状态 所以可能你的参照物都是那些老夫老妻 你看人家媳妇怎么不完呢 那么多事啊 你是新婚呀 是吧 而且谁要嫁给你 谁都不踏实 为什么 这是一个自由散放惯了的人 她的婚姻都是有固定性的 她不是纯粹为了爱 为了事 跟这个男同事 你要成了家 真的你得跟她斗志中了 这个日子才能过下去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就是我就是你老别是嫌妻两母的方式 其实啊这个结婚啊挺有意思 我们俩去啊就是结婚啊 也没有拍过结婚证 也没有举办婚礼 就是临时到那照样馆照一张相片 就结婚证 就去办理结婚证 到领完结婚就出着门 她干什么呢 随时随地 你要离婚我都同意 要真心的话都说了 刚才的结婚证出了明天去大门 其实我们如果要离婚 所以想你离婚 你想她这个真感情 您的这种感激让她感觉到了 你娶我 是因为你感激我 让她明明确确的感觉到了这点 所以她告诉你说 好 今天我的一个目的达到了 那么你算还了我这个人情了 咱俩这事两清 所以你随时可以提出离婚 每天关心是公民大事 是一个严肃的情人 我把她儿戏了 她就当感激了 她就都觉得我帮过她 这个女人的那句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尊严 就是我一直挺巴结你的 好像我这哭着喊着让你娶我 是吧 然后呢你真正领了结婚证以后 可能她并没有感受到幸福 那她就着不毛 我们就着不尊严 其实没关系 无所谓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好 所以说你看她也是初婚 没有结婚照 没有婚礼 对一个女人来讲 其实你蛮会救的 我说实在的 我这么大 我都很少 说我母亲吃我做饭 都很简单 都很难 我都喂她 我跟你说 天天我得把饭给她做了 每天啊 我每天都做饭 我不平 我真的我活这么大了 我都没有这么伺候一个女人 我也觉得付出了很多 因为我 我对我父母 我每天都吃饭 我做了一顿饭 我去给她做饭 您是在用感情去还债 也不是 有这个程度吗 我也是一种啊 什么 人心换人心 对吧 你对我好 我要更加的一个对你好 我觉得爱情不一样是感激了 不是感情 可能也不牢固 你看 她们就去吃饭 因为她敢接着结婚 最后还分到人家 你有没有感到结婚老师 刚才说的那一点 作为一个新婚的夫妇来讲 她可能对你的那种 需要陪伴的感受 要比别人更多 其实很多时候 也许你当时 没有理解她的一些 心理的状态 也可能 是吧 这么多年 这么大也没结婚 头一次的婚 这种婚呢 也是种 感谢的婚 也不是说特别的 你说一点好感没有 也不可能 就是说 没达到那种 我追求的那种 特别那种的 所以呢 俩人接触一段时间呢 不到一年嘛 我们就离了 所以你说了 我要找一位真心相爱的人 踏踏实实过日子 对 我特别想问你 您那踏踏实实是啥样 他实实像 这个 一号李嘉宾吧 就是给我的感觉啊 嗯 大方 稳重 嗯 哎 外表一看 特别温柔 嗯 我就需要找这种 一号李嘉宾 他的性格 挺让人难懂的 因为他刚才看的 一号男嘉宾的眼神 那种那种眼神 透明那种 挺成功的 一号这个 你怎么会拍照 他这样的 张女士到目前为止 何先生上场 也讲了他的一些故事 包括他人的状态 你能不能来给我们总结总结啊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跟你留下什么样的意见啊 说扰扰扰扰 应该是一个顾家的 比较顾家的人 比较顾家的人啊 嗯 来我们观察师的另外两位女嘉宾 2号 3号 你看刚才我们张女士用了一个词 说是顾家的 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他长得挺帅的 我觉得 谢谢 开心的 咱稍微低调点行步 好久很怕你了 人一号夸你顾家你就呼呼着 我这个沉默了 打离婚到现在刚晃了 所以说我已经 这次打击我挺大 所以有人这个发自内心的夸你帅 其实也挺美的 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沉默 一直打不起精神 就跟那个一天 跟那个六十五主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朋友一见我 像你那样 所以再来点给你让你高兴 来二号女嘉宾 您说说对何先生的印象 我感觉他挺开朗乐观的 挺阳光的一个男同志 你说这些词 阳光开朗帅气又顾佳 你觉得我们顾佳吗 你真没听出来 除了说过犯那点了 我大人还真是最顾佳的人 你这意思说我们一号女嘉宾 看你看得挺蠢啊 只能还没看错的人 这说没有问题啊 看这眼了 这第一次来选择看到第一个女嘉宾 就是她 真的有缘啊 千里来相会 无缘 来选择嘛 选择是最好的舞台 所以这事我再真的问了三位专家 这张女士的态度 您给对面这位先生打多少分 一百分是满分 95分吧 不低了 够大的 我觉得张女士啊 我们一般的时候都会敷衍别人 挺帅的 挺阳光的 这就是敷衍 因为这个不疼不痒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人 好像在婚姻中不是那么特别的尽心 尤其是我 然后呢 我们这张女士呢 就突然和我相左意见 说特顾佳 就说明她对这个男性是积极思维的 她会找她赏光点 所以我觉得这张女士对这个何先生 还是有心有好感的 好 太好了 双方都在选择对方的优点 比如说何先生 您刚才也谈到了 在之前的那段婚姻 那个女士显得强一些 所以而台上这位呢 很文静 那么会比较 这样一比较之后 上一个她那样 我这次在找的时候 怎么着我也不能在那样了 张女士所谈到的是 您顾佳 而在之前的那段情感里边 她那个小小的伤害 就是因为对方 有了其他的情感了 对家庭责任感 显得很弱 这个时候呢 找到对方的是你顾佳 您看都在找 过去的那个相反的状态 那你觉得几位专家说的有道理吗 很有道理 女人的心看不到 我想不是 不是属于艰心的 我个人能看 我觉得这个女士 找我能 猜猜她的想法 她的婚姻跟我婚姻不一样 所以呢 她的婚姻 第二段婚姻如果再有婚姻 她很谨慎 也许真的就是 对上眼了 有缘人千里来相会 这何先生看到你 他又知道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那这样吧 我们您下场之前 我知道还准备了一个节目是吗 没有 没有 你不是要唱一首歌吗 没有 他就这样 还是 决定不唱了是吗 想不想听 想听 唱一首 对 大家鼓掌 请趁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你这唱什么样 我没跑掉了 唱歌整个跑掉了 他们所有嘉宾表现才能都唱歌了 无数个特赏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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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现在到观察室 再去考虑考虑 好不好 好 来 谢谢 来 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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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观看了 关注这个咱们的选择节目 也关注了一段时间 没有是像说是可怕不可怕 但是就是作为的角 自己在的位置不一样 就是不由自主地去紧张一些 他很阳光开朗 挺帅气 顾家我感觉他是会做饭 我喜欢应该是有家的概念 不要责任心 有一个宽容度 一号女嘉宾真的是挺闷玩的 你看话也不多 然后表情也不多 她也投一次来这舞台 我也投一次 她也紧张 我也紧张 您紧张 您就话多 她一紧张她话少 这叫搭配 然后她在家整天就这样听着你说 就没人跟你抢话了 那不 她那样皮肚还能说 既然来了吗 就放开了 要不就别来 来就单纯就放开 对 您放得挺好的 行吗 还行 谢谢 她的 因为她的这个 很阳光开朗 应该是不去的 她是一个在 女性比较有本徒的一个人 比较爱玩 刚才她不给你打分 又打到95了吗 是吧 我帮你问问 其他人怎么给你打分 行 谢谢 二号 三号女嘉宾 如果打分一百分 您给何欣赛打多少分 九十分 九十分 三号 你好 您给多少分 我给你打九十八分 好 你看 所以我跟你讲 刚才说帅 那绝对不是敷衍 你看 一般自内心就领涨了 九十分都不领涨了 九十分 你也 没果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到九十八 那我给忘了 真的 我特别想问 刚才是九十八分 不就扣了两分 你两分扣在哪 那两分扣 就是还不是特别了解她 一上台 一见面 那两分就补齐了 是吧 对 二号 你好 你帮我看看 三号女嘉宾 她是什么类型的 她也是挺文气的 一个小鸟依人的那种类型 三号 你好 也许你在这个场上 你是见不到 我们一号男嘉宾的 你要不要 对她简要的 介绍一下自己 你怎么说 您多大岁说了 我四十八岁 四十八岁 对 您是哪人呢 北京人 北京人 做什么动作呀 退休了 最近什么都没干 退休 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以前做包装引刷的 觉得我们的 何先生挺好的 那您现在 孩子的情况呢 今天快二十四了 也上大学了是吧 没有 女孩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 对 那您现在 没什么负担是吧 对 我没有负担 今儿女孩 都没跟您来呀 觉得她怕我紧张 没来 你要不要跟何先生 单独聊聊呀 你想了解她什么 喜欢我这种类型 我不知道 见不着面 这怎么办呢 你说 爱你说这个 你见不着 是吧 要我们破一下规矩 我去请三号过来 给您见一面 还是怎么着 听你不安排 什么叫 听我们安排 对自己有利的 这听我们安排 二号跟三号 你们俩人商量一下 二号你能不能让一下 让三号先上 那我是不就见不着了呢 可是刚才二号女士 您要注意 刚才人三号 你是打了98分 您是打了90分 明显感觉 三号你是对 何先生的感觉更强 更好一些 我因为您没有孩子 我想问一下 您婚后需要 如果说是咱们长成了 需不需要要孩子 这是一个问题 小孩我已经不要 已经早就决定 不要孩子了 那这个我可以考虑 因为刚才这个分数 打的第一是 一个是这个顾虑 这个顾虑 因为是我这个年龄 肯定是不适合 要不您就把分数调一下 调一下分 那调99分呗 那我调100分 这个谁的机会 都不想放掉 那全力反转 二号三号 谁先上 哇 我做的 你俩多伤着他 没关系 那没事啊 还是顺着是吧 也就是先见二号对吧 哦 这也是一个态度哈 行 那这样的话 咱就赶快把二号请上来 二号 你好 恭喜你可以上场了 真荣幸 你好 见过吗 你好 以前来过吗 没有 这第一次是吧 对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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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赵小川 今年45岁 内蒙古包头诗人 林毅 现经营一家家政公司 公司有100多名员工 主要做育儿嫂月嫂的工作 我觉得赵姐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对客户非常关心体贴的一个人 平时喜欢跟员工沟通聊聊天 躺躺心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直爽善解人意的人 赵姐是一个性格开朗 活泼的一个人 她的性格平时比较活泼外向 我觉得赵姐性格是非常开朗 对工作非常负责 平时喜欢做饭 看书 看朋友小剧 她的缺点就是非亲王室的工作 她有的时候不注意自己的小节 因为平时上班工作比较忙 我想找一位性格好 有爱心 懂我的男士 没办 我们希望赵姐在选择中 找到一位疼她 爱她 关心她的男士为伴 赵姐加油 你看差一点 是吧 那分打低了 这几乎就错过了 我真以为你 对一好先生不太感兴趣 你知道吗 我主要没听清 前面得打得多少分 95 妈 没听清 我觉得我给挺高的 这一看就是贵人要求挺高的 原来给人打分总是59分是吧 没有 我觉得90分挺高的 我们也觉得挺高的 真的挺高的 但是关键这种阵势拉在这 人一开始对起步价就偏高了 起步95 起步95 我们在那个里面 听得不是太清楚 听得不是太清楚 那当你听到三号 已经给出98分的时候 你心里不咯噔一下呀 要我 要我说 比如说你们说 让三号上 我说不行 有不同的意义 是这样的 性格挺开朗的 你们第一个月 我们家宾可能 他俩性格正好 相反 我喜欢那个开朗的 来 两个人聊一聊吧 我在看到您 这前期的那个复述的时候 我在考虑 一个是这么大岁数 没有婚姻 这是一个 有点问题 后来就说 您不转家做饭 但是结婚以后 您会去做这个饭 不管做的好吃不好吃吧 他最起码是 在主动去做这件事 这个我觉得还好 是吧 但人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其实连我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这47岁之前 到底因为什么就不解呀 那时候 我90年收到国嘛 90年 我就在国外 做服装生意嘛 先到俄罗斯 那时候 都中国人往俄罗斯 找货嘛 我那时候在俄罗斯 然后进到匈牙利 这是哪啊 这是在保加利亚 我那时候一直说 事业不成功 我不结婚 那你认为 怎么样自己 就算成功了 我现在就属于失败啊 我现在就属于失败啊 没 你看这么多年 好不然结个婚吧 再我还离婚 我现在属于就失败 生意最后赔 这次是最狠的 所以大姐能感觉得到 就你离完婚之后 真的应该是情绪特别低落 就觉得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那可不 你看生意生意已经这样了 对对对 然后婚姻 然后一家也没保住 属于就是全美 当理想召集现实的时候 一回手一缠 不一样的 那现在生意 还再继续做生意吗 现在不要 就不一直在 现在就 修整阶段 修整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对机会吧 对机会再慢慢的 再起飞 现在已经是 就是只能够一点点把自己再鼓起来 这个年龄再创业不好 不好分别 顾忌很多想念 那个大量 那个理念 都没有了 您应该也是自己做生意也有不容易的时候 是吧 应该是挺理解她的 对对 能理解她做生意的那个艰辛 这个肯定是能理解的 还是这个二号女嘉宾跟她合适的 他们的经历相似 因为那个一号女嘉宾 她是就一直去干这种传统 就是工作的 她也没经过商 所以说他们有些经历 阅历也不一样 我认为赵女士跟那个何先生啊 可能这种搭的程度 我觉得恐怕更强一点 您这么认为 我这样看 因为两个人都在做生意 不管是做什么生意 大家知道生意的艰难 另外呢 因为自己从这份工作 对外面的应酬啊 方便面的这个能够理解 对 是吧 这是大家的共性 我们刚才您谈到 跟一号女士呢 是那个互补 但是这个呢 就共同语言会更多一些 女号的 其实给我感觉 就是她的头 我头一眼看的 就是她这种斯文 也就是跟之前 形成了一种对照 对对对对 她的文静啊 她穿衣服啊 她什么表情啊 她有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 说不清 说不清 没话说 有时候这个女员 有时候表达不来 说不清就是感觉 这位呢 二号的那个女员 她是属于 跟我一样 幸福开朗 对 她属于这个 跟工作也有很大关系 这个直言啊 这个跟这个 也就靠语言 对可能是 因为做的这个工作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说谈话的时候 正是对方是一种尊重 对吧 跟所有的人我都会这样 对 跟所有的人都会这样 但眼中的光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在生活的里面 人生比较开了 我们二位女嘉宾的旧团 有吗 您好 我是那个赵姐的同事 再加上是好朋友的关系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我赵姐呢 是个性格非常开朗 完了 是个非常好的女人 完了 特别热爱生活 因为我们的工作呢 平时可能是 每天都要上班 休息时间也比较少 我希望她在这里边 能找到一个非常 懂她的男人 去疼她 何先生给你留下的印象怎么样 性格挺好 你觉得他们俩能说得到 一起去吗 这个没问题 我姐姐很善谈 你姐姐有什么才艺没有啊 跳舞怎么样 跳舞可能不太行 唱个歌 是吗 她唱什么歌是最好的 就是他们老家的歌 唱一个我们那盟的歌吧 蓝色的蒙古高原 忘不进 云绵绵地刹窗 紧张 这一看一听着就怎么样了 歌词我也去过几次 但是我喜欢听别人唱 他们有时候随便会让我唱吧 但是我要唱的话 我都因为我唱不上去 我紧张放不开 把我的祝福留给你 祝福留给你 把我的祝福留给在座的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唱得非常好 你也唱得好啊 第一号呢 第一号唱歌是特别的紧张 她还好点 我也紧张 连画都 但我有点紧张 这个朋友也紧张 你还紧张呢 这个 这东西就这样 互相紧张 到时候都也要紧张 那你看 你过会就要下场了 你又把这二号留在这了 你要不表演个节目吧 我真不 然后这个二号一看 哎呀演的还不如我呢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感觉 他俩挑一瓶色 哎 行 对 对 你看 还行啊 里面 哈哈哈哈 他们俩的互动不错 是 是 是粗啊 不是 这也是人发挥的好 您吃醋不 我吃醋 你吃醋 心里干脆 其实是没有人发挥的好 张 英 是我爱的风景 不会从来没跳 没关系 一会儿下场之后 他得教练你 赵女士从来都不跳 还有模有样 说明他带的很好 对 对 所以还真的得花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他 对 没错 也会发现 哎 这个男人其实 这要跟他在一起生活不闷 对吧 对 一个唱歌 一个跳舞 都好啊 就是 来 下次再考虑考虑 不能让你再见三好了 要不你就花眼了 好吧 头晕了就 您这身衣服该换吗 我老看这节目 你老这一身 那么帅的多了 你老穿这一身不行 你出来你就不仔细 他从来不穿一身 他类似的特别多 那也不行 我哥哥老 那么精神的哥哥老 穿这个就不用 还得一换 我希望我哥下次再换 我我年币 你记得了吗 我就写碎是吧 放我 好啊 谢谢 谢谢 你好 谢谢 其实紧张 很紧张 这这么一路完了以后还行 也挺放松的 没有那么特别的紧张 你觉得你这回录完之后 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还行 挺大的 一号和二号的女嘉宾 看着都各个的好 各个的长度 各个各的短 他们俩的性格不一样 一号是属于性格不要有 他这个闷 二号属于他属于开朗性格 我觉得再找一个就是 大家嘛 有话 一开始去 也别闷 就是 互补啊 比方说你的心 你心里这个天平 要不咱俩两天 你这一号和二号 哪个砝码要重一些 砝码要重点 重点应该 要我的重点应该在 二号上 我看你对这个 和谐人的印象还真是不错 还行吧 而且以前做过生意 我觉得对你的这个工作 也是会有点帮助 我是开的家政公司嘛 都是跟宝宝 还有宝宝妈妈 做月嫂 做这个月儿嫂 所以说跟这个生意上 没有什么来往 都是女的 管理起来也挺难的呀 不是挺难 是特别难 对啊 那你有什么方法呀 多厉害呀你的 不是 这也没什么方法 就是多去感动他们 以心换心吧 平常他会发火吗 他很少很少发火 那要有员工是不听话 或者是对着干 或者事情没做好 怎么办呀他 他会比较冷静的 先想一想 完了等大家都冷静下来 他会单独的去沟通 做我们这个家政公司 因为要 我们是属于是那种员工制的 对阿姨们都 肯定也得多关心他们 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吧 流动性比较大 就是来回 可能想留住人很难 有没有特别难的时候 在工作当中 有啊 就像一般被阿姨骗 定得好好的 他不时 他走了 手机关了 客户合同也签了 明天要等人 客户也请了假了 那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呀 没有办法 只有打电话 跟客户解释 赔礼道歉 没有办法 那做这个工作 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的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事都在自己扛 身边也没有个人说 哎呀帮你打啊 对对 女人有时候就比男的 还要坚强 其实女人说男人挺脆弱 我们入行业也很严重 因为那个客户 然后本身他们 正是当着阿姨 就比较少 不是的东西很大的 我跟阿姨们说 对客户要用爱心 去对他们 对吧 跟客户聊的 也是用爱心对阿姨 这样我是用爱心 对我们阿姨的 用真诚 做这行当时是 自己主动的选择 还是不得不啊 没有什么不得不 因为我原来 刚来北京 是来帮哥哥 打理生意 他是做工程的 跟他做了一段时间 比较麻烦 他们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要账男 那时候想再开一个饭馆 本身我喜欢做饭 而且我没来之前 在老家呢 是做餐饮的 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就是我们一个朋友 他要往处转 他这个家政公司 我就顺手就转了 但是当时转的时候 我对这个行业一窍不通 因为我也没 没做过这个 我也不了解 但是经过努力还好吧 这个只要有心 我觉得还是能做成的 那边人都很能看 有听过精神的人 当年有想过 要靠自己的那个丈夫吗 没有 因为他当时也不行 我从小一直是靠妈妈 靠父母 因为我父母特别溺爱我 但是结婚以后 后来父母去世以后就 好像这些事 就谁都靠不住了 靠不上了 只有靠到自己了 这么多年一直就靠着自己 跟前夫 你们俩婚姻有多长时间 91年结的婚 98年离的 7年 对 我与前夫90年相识 91年结婚 婚后他脾气暴躁 有识有暴力倾向 家里的大部分经济 由我来担当 经过7年的婚姻生活 我实在无法忍受 无奈之下 提出了离婚 结婚第三天就打假 为什么还记得吗 也就是一个糖瓷盆 磕了一大片瓷 他问我谁磕的 我说我不知道 他就说我撒谎 我说我没必要 他就是个盆 他扔了 他就是个盆 我用着撒谎吗 他就说我撒谎 完了这就吵起来 结果他就 给我一个大嘴巴 大女人不是大人的钱 法人是无理的 无能力的一种表现 我很反感在那里打动手 是吧 特接受过来 当时可能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就在家里娇生惯养 然后结了婚 有自己的家了 对 我就说跟所有人都说过 我结婚前是天堂 结婚后是地狱 我人比较重感情 我觉得他要这样 动手打我 我肯定 肯定得接受过 伤感情不一定 他动手的频率会有多高啊 先开头 后来好像好一点吧 一个月 两个月 整天生活的恐惧当中 他本身有点自卑 就是对这个经济 好像比较 比较小气 咱们就说 是对你 还是对你们家里的人 对任何人 我父母去世 他不让花一分钱 从家里 他不让拿出一分钱 他就觉得 我们家人都有钱 不需要我们的钱 我对这种 就是也接受不了 就这种难事 把钱看得百资百钱 百金钱看得很重 不看重亲戚 我这个人对钱 没有太深的概念 就是好像从小 家里的钱任我花 我不用把钱 把握在我的手里面 就是是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俩是一个单位的 后来他是 就是去我们车间的一个领导吧 车间主任 工资一般直接就 他领走了 他领走了 我也就领走就领走了 该花的时候要去花 就是这么个状态 你觉得这个家里的财权 应该在男人手里 还在女人手里 按我说 就是周淼公开 我如果爱一个人能获得一个 我就会让他管 我对钱特别不在乎 是你原生家庭 给了你特别多的自由 或者说特别多的爱 但是当你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和你的前夫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钱的问题 在争执 在吵架 比方说那个盆掉了 磕了个糖瓷盆 那个瓶 他就很心痛 然后他就认为你又在撒谎 怎么可能你不碰 这就掉了呢 这就是经济社会 我们天天离不开钱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想财务自由的话 可能婚姻之前一定要说清楚 比方说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对父母的态度 它一定和钱是信息相关的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再次择欧 你也一定要把钱说清楚 对 因为说清楚的话 我们都特别坦然地面对 因为不是说我讲钱 就说明我怎么样 对吧 讲钱是为了让我们 今后的生活更顺畅 尤其是再婚家庭 都有各自的孩子 都离不开这个钱字 所以我也是希望你 接点地气 别再说钱我不在乎 不是说不在乎 就是说我不是很 他特别的在意他 但是现在说长大了 懂了好多东西 现在最码知道的 财权要握在自己手里了 是吧 那也不见得 只把我自己的钱握 我们这年里 对金钱和老公 要的是家庭 我94年 就是连儿子出生 我父母去世 来了我下岗 就这一年 可能经历了这个人生 好像几大波折吧 但是他没说帮我一起走出来 而是他在捣乱 都已经这样了 他能捣什么捣呢 因为我们都下岗了 我们单位逃避了 逃避了就是自己摆地摊 每天晚上三四点就得起来 得去站地方 他会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吗 不去 他从来都不管 因为他不去踢这个摊 没人管不行 后来也就不做了 不做就做开餐饮了 出去摆地摊 肯定有一段时间的动作 不是任何人能做得到的 我做不到 听你描述到现在 你依然没有说 不跟他过了的意思 那时候可能 那时候的观念 我觉得离婚可能挺 觉得挺丢人的吧 一个是挺丢人的 再一个我不想让我母亲知道 我过得不幸福 我母亲到她死也不知道 她打过我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她要打过我 那我妈绝对是比我难受 后来她打完我 我要回去看我妈 就得把眼睛捂着纱布去 要不就让她看见 这眼带有青啊 就捂着纱布去 告诉她磕了一下 大年价子最重的一次 你还记得吗 就是最重的一次 就是最后就是导致 就是必须要离 那事我就不是要离了 想的不想活了 给家里都留的遗书 当然因为什么事 就是因为她去接我 但是她不去酒店里头接你 她从外面偷偷地 看着你出来 她到了家看我没回去 她再出来就碰上我 完了她就问我说去哪了 反正后来她就说我在撒谎 还是我就说我没必要撒谎 我刚下班 就是她一拳可能打在我心口上了 当时我就昏倒了 在外边 对 在马路上 这个事情是你下定决心 不跟她过了的原因 对 还是两个人的性格 不能走到一起 两个人性格 不相互沟通 沟通开了 也许都是 两个人都理解了 我觉得赵女士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士 真的是需要一个 懂得欣赏你的人 对 可能单了这么久的时间 忙于工作也没有心思去找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今天来到选择 我觉得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应该她马上就会出现了 你看看 脸色后面那个人 来 掌声有请 二号男士江华 48岁 李懿 河北人 私营业主 选择语录 希望未来的你 能给我带来阳光 一号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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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您的意思是看到一号女嘉宾哭 你就心情挺好的 不是 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对 你告诉我在你们三个里 谁对一号女嘉宾印象最好 三号 三号对她 以前挺好的 一会咱俩换顺序 咱俩换顺序 不用吧 上去 上去听我吧 不用 三号男嘉宾 你好 您准备先上 还是一会再上 我还是一会吧 我也特别紧张 我现在 紧张了 那一号男嘉宾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把三号给忽悠的 满头出汗 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女性吗 喜欢 那为什么 非理说是三号喜欢呢 经常我发现 有很多男士在后边吧 打着别人喜欢的旗号 自己重新养 对 说得好 他先表示的 这一家还可以 有点像内蒙人的那种 四方大恋的那种转型 蛮有安全感的那种 你好先生 您选择吗 选择 加油 来 哎呀 哎呀 谢谢 恭喜两位 这点付出多大的努力 才牵手成功的 是不是挺不容易的吧 挺不容易 挺不容易 那怎么接着又来了呢 下去 下去我们聊了聊 感觉有点不合适 嗯 去哪方面啊 就是爱好啊 或者那种性格方面啊 嗯 条件方面啊 都感觉不合适 所以咱现在先了解好了 对 是吧 照你是坐在对面了 您想了解什么 赶快了解 兴趣爱好脾气 刚才我下边看了 你心里也挺开朗的 对 您那种什么地方 包头 哦 包头的 好地儿 那您河北哪啊 地儿里河北哪 诚德 诚德 哦 诚德的 马尔士老乡 嗯 我卸妆的 我昨天 我昨天就从卸妆赶回来 对 对 是为了我们这节目 专门赶回来的还是 呃 因为 这个节目挺真实嘛 又给我什么 安排一个 我后来在那边挺忙 我又 我怕耽误这节目 又回来的 哦 哈哈哈 舒服点 今儿就能找到合适的呢 你说呢 但愿 就是来回车票门就不好 哈哈哈 形象比较舒服 就是它那个气质 和它的那个外表 给人看着就是 比较 舒服 比较安静感 这要是 你未来的姐夫 还挺会算的 哈 这也不能要 哈哈哈 为啥呀 车票都得报啊 哈哈哈 是这人不能要 还是这种行为不能有 这种行为必须不能有 哦 他在学照本身的小品 实际我在逗大家开心 他做节目 充满幽默感的人 嗯 看着挺好的 还不错是吧 挺好的 挺稳重的 稳重 嗯 我觉得还挺好 那比一号呢 我觉得你刚才说一号也不错呀 嗯 再了解了解吧 您打一分吧 您打一分 哈哈哈 一号二号 您打分没关系 一号一号 九十分 二号呢 二号九十五分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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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谢谢啊 要跟我刚才好 回家 我感觉 二号 二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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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边人 比较比较实在吗 内蒙河北 我在河北北部 挨个内蒙 行吧 咱们那边性质都特别相似 是聊的 对 都是比较实实的 哦 对实的 刚才在下午一看 我一看我们 我说我们要交流没下账 哈哈哈哈哈 我不那么想 这个承德呀 跟内蒙是老乡 哈哈哈 跟石家庄不是老乡 哈哈哈 你有没有注意到 人家说咱们那块 咱们那块 咱们那块 别看我们是燕着儿女 咱们正好一个男 一个妹子 你看你你把我 也得拽进去 哈哈哈 得拽进 得拽进 是 你看本来我还想问问呢 人家两人根本就 不在乎别人的意见 啊 就我们就聊吧 我们都聊得挺开心的 尤其是 那小妹给了95分之后 心里更有普通 哈哈哈 我是觉得吧 江先生对我们 赵女士的印象不错 嗯 可是我们赵女士 是对我们一号男嘉宾 印象好啊 现在对二号 还不是很了解 只是刚看了一下 哈哈哈 只是表面看一下 所以你要 争取自己的票 对 名字我介绍一下 对 那些 什么情况 这块 姓名年 那就不用介绍了 哦 这个不用介绍了 就是您目前在做什么 我还是做那个 绿画做树 哦 做绿画的 哦 就从 嗯 从那个 东北啊 从老家那边 哦 把树拉到北京 他要搞绿画 应该是 这几年绿画多充钱 嗯 他真是 都搞好了 他怎么帮啊 这个帮不见得 他非得要自己去 亲力亲为去帮我 从一些别的方面 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啊 他的类型是 跟我想了 有时候也差不多的 他也就是需要一个女人 能帮他出出主意啊 哦 出国发色 出国发色啊 嗯 在什么时候 能支持他一下啊 帮他一下 可能你并不需要 真正有这么一个人 帮你解决一些 实在的困难 好 而是说 有商有量 可能你从侧面 给他一个建议 他就挺高兴 至于这个建议 成不成 可能不重要 好 重要的是 我的 我的痛苦也好 我的困境也好 有人能够理解 那这是最重要的 嗯 老老师说的对 哈哈哈哈 这样照你的心 也就 输了一口气吧 不是让我去 给他拉业务 哈哈哈哈 是吧 你刚才有这担心 是不是 不是 如果这样在一起 这个当然也没必要担心 成朋友啦 你要帮我联系业务 他也有你的那个什么 哈哈 不会聊天 对 你一聊这就远了 是远 你想这就是什么呀 咱就是普通朋友了 当然 马老师 当然给你点好处 你看这一下就远了 你不能这么说 这时候 嗯 我说 我说即使走不到一起 你还没开始走的 你又走不到一起了 别即使 这话说的有点太早了 好 必须走到一起 我喜欢那种理由 成是踏实的 做什么事 到他来的 但是看着不走来的 是特别厉害的 私下里编导问我 说那如果两人在一起 如果理财的话 你是希望女人理财 那两人理财 那当然我接 我要爱对方 我是想女人理财 我相信他 那哥们说那得大伙理 我正好我的想法 跟他不一样 因为咱们那边人 可能都有这种 这种性格 都喜欢要老婆理财 这都还没成吧 这也准备把财权都交出去了 所以刚才您在说 那个什么 要是什么谈生 谈生以后 咱们怎么着 听到这赵女士 冷笑一下 如果咱成了 你还让我提成 少跟我来这道 只能说你爸收入 交到我这 我给你有一点返还 才不知道谁是主人呢 还说你给点零快去 而且这二号胆特大 一路说一号坏话 是吧 第一步 咱们这人 咱们多近美啊 咱们不像有些人 刚才又说了 那一号说了 有钱 他可不会给你 我不是 你看咱们这都是 我不是你回去悬了 这一会你打起来 当这个人说 这个男人坏的 表示他那个 虚的 这就是公平竞争 对吧 那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有的大把握 你没的大把握 你去抵赖我 有没有 第二先生 刚才您听了这段对话了吗 听到了 您觉得 有没有点危险感现在 没感觉 没感觉 您觉得 您还是稳淘胜券的 我觉得 我应该 比他把握的 要不就是 各占50% 还是你觉得不舒服他 我觉得 我应该不舒服 因为占他 大财一十成 我占六 他占四 走 谁自己那么有信心 肯定要自信 但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 难题就压在您这儿了 要不咱们到观察室里去 想一想 再观察观察 然后看等三号上来 他什么态度 对 那挺重要的 你知道吧 万一他看上三号 他也拉近会儿也是咱家 对 而且也两眼放光 你说这怎么办 对 那不行 要不你临下去之前 给他做点要求也可以 那不行 那不行 得让人有选择权 干嘛呀干嘛来了 没啥要来选择 内蒙何谷不得挨什么 就是 得给选择权 那你的意思 你要自律是吗 你不怕三号 绝不得三号靠近我 可以吧 都不错 我觉得我们那三个人都要的 他干嘛要下去了啊 最后 跟人说去什么呗 最后说起什么 说起啥 明天咱俊姐见面 咱俊姐说半个天后 对 和连见 希望 有机会我们 联系 都联系了 哎呀 你没有跟他握手的时候 把你的那个电话号码 直接塞在人手里吧 我看看 没有吧 他太紧张 他比我还紧张 他手都出汗了 行 待会再见 好 两位男嘉宾 各有各的长处吧 一号男嘉宾就说心里话吧 他没有孩子 就是不牵扯很多事情 这二号可能 已经要更实重一些 这货挺大的 对自己感觉好像挺有信心 原来真的觉得感觉自己岁数大了 觉得 还是一个人吧 但是通过选择呢 我觉得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有选择 可能 也许通过你们这个选择篮目呢 可能能让我找到我想要的幸福 孩子跟您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 联系少 从多大的时候 他就 离开您身边了 七岁吧 七八岁 上次我也说过 跟王芳说 他挺 挺 挺疏远我的 挺排斥我的 也不知道 可能也在一起待的时间少吧 对 就像那种感情就不太深了 他见面的时候挺好 平时通电话的时候 一接电话 他有点那声 哎有事吗 你是我挂了啊 也不叫上爸爸 我说你怎么有个称呼吧 我说小狗还有个称呼呢 他就笑 这心里是不是挺难受的啊 是挺难受 女儿应该在爸亲 女儿都跟爸都不亲你想 肯定是很多时间他没坐到位子 孩子归对方 也没有去付出抚养 但是孩子大以后一个月去跟他经常去共同 你像我这人挺爱面子的 有时候还 有些东西吧 这么想的 当时想要去那么表达 我去说我又说不出来了 这说实话 表现出来通常跟自己想的还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又给人一些误解 后来有朋友也说说你常跟他沟通 你主动常跟他打电话 对 咱主动点呗 你打有时候他 我忙着呢 什么什么 那回头我也打过去吧 就把电话挂了 我记得他也在堂次 您觉得在您的想象中 如果有一天 老师让这个孩子写一篇作文 叫做我的爸爸 你觉得他会写出什么来 不会写的太好 会写出什么来 会写出什么呀 会写出什么呀 不合格 没有责任心 这是我个人想法 孩子东西我也不 真正的我也不太了解 刚才在小阳问到您 孩子的问题的时候 有那一瞬间 眼睛里有眼泪 但是很快您把它咽回 是的 孩子是您最大的一个痛点 甚至比离婚更让您难受 嗯 对 我觉得他必须对孩子好 我觉得他连孩子都不管了 就是 我也是 因为大人的离婚 本身就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只要是自己做了 孩子会慢慢体会的 就像我们现在 肯定会感激父母养育之恩 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或者在青春季的时候 会跟父母顶撞 会觉得父母干预了我们的生活 或者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所以时间推移 很多事情我们慢慢慢慢地都知道 所以我相信您的孩子 他也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嗯 谢谢 可能当你打起电话的时候 你就有期待 打个电话 就有一种美好的期待 然后接着你发现 哎呦挺失落的 而对他而言是突然接到电话 你是有预谋的 打个电话给姑娘 他不知道 爸一接 哟 我干嘛呀 哦 行行行 有的时候可能没话 可能你也没话 怎么样啊 挺好挺好 还说什么吧 是吧 就有可能他并不想让你 涉足他的生活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太陌生了 嗯 不过去年我挺开心的 去年接了他一电话 他跟那个我同学的孩子 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提起了我 嗯 说你爸你小时候可爱 又会又会吹口琴 足球踢得好 说在学校特别活跃 他可能喝了 他也不喝酒 喝点红酒 现在酒店给我哭 爸我我我我 其实我挺 我挺什么你的 挺想你的 我会对你好 就这么一次去年 你看高兴的 去年的事呢 现在都乐得铁道 这个耳朵根子 对去年有一次 我挺好的 这个先生其实 真是一个那种汉子的感觉 所有的东西都是 绘制方求那件笑吧 反正我有什么苦 我都能吞得了 什么苦我都能忍得了 在他的整个谈话 事情中有两到三次 我们会感觉到他笑的过程中 眼泪就在后边 一个是女儿那个电话 一个女儿喝醉了 短短的几句话 哎呀 这个父亲那种满足感啊 真的是能够感觉到 还有一个就是 对孩子欠情的 那个泪水已经到眼圈边上了 为什么他对女儿 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他觉得 他是被生 被这个家庭 被这个生活甩出去了 其实从他推测的女儿的 那篇作文中的 所有的词汇 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个父亲是有负罪感的 是有欠就感的 甚至有悔恨 但其实女儿 未必会这么下笔 女儿可能永远 不会写这篇作文 因为她不知道 怎么下笔 因为她看了别人的爸爸 她从小自己没有 妈妈也会告诉她 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 江先生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的这一段婚姻 女士可能更成功 事业有成 是愿意找一个 跟之前的那一段相似的 还是说会拒绝 其实像这种 事业型女人 她其实都挺实在的 心还很善良 这种内心的女人 因为就是性格方面 有的时候太自我 太要强 这个方面不好 这是我个人感觉 就事业型女人 都是这样 那还想不想找 这种事业型的 马尔就这意思 对 当然了 我大概 要有一个挺柔弱的 可能我还接受不了 你还是要找一个 相同类型的 是吧 那二号 我觉得其实可以 挺爽快的 也有自己的事 拿得起主意 什么事也扛得起来 这三号 咱们也再来认识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退休 选择语录 找一位有责任心 能踏实过日子的男士为百 这都是你自己编的 都是自己编的 这可真下功夫 家里好编了好多东西 这得编多长时间 太累了 三天左右吧 三天 三天左右 太厉害 你看这一头 大红喜字 把一颗爱心带来了 这都是 金额啊 小金额 你看这里面 真好看 这还真是一门 是 挺好看的 就是 你看这 真是很厉害 真是 真漂亮 是吧 真好 你看一来 就有礼物 我们见着有味 就是 这编得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一会就编吗 一会就编了 这个好多 这个小编 这一天能把我们这几个全编出来吗 这个小金额没问题 就是大点的 复杂的东西 有需要编去卖的 一天得卖多少 很少 而且你看做得多像 多精致啊 太棒了 这个鱼的眼睛啊 什么的 谢谢你啊 你看 心灵手巧 是啊 这样编了好多东西 那苹果 灯笼 什么十二生肖 那个纸巾盒 笔筒 都有 不行我对这个手工不行 我也是没的耐心 没有的耐心 咱平常现在退休在家了 就没事做做手工 最近不怎么做了 因为老做对眼睛也不好 对面什么也不好 对面什么也不好 对面也不好 嗯 那现在平常都做些什么呀 就在家看个电视 不出去跟朋友 锻炼锻炼身体啊什么的 不爱去啊 不爱出去 那你会跳舞吗 会一点 你怎么样 我当兵的时候跳舞 来来来来 先让人缓解一下情绪 咱先上来别了别的 那个平次 平次三步都行 我还当兵的时候搞连夜的时候跳舞 差不多会了 来来来 试试 来试试 我跳舞好 一代我吧 你跳算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流向那万字前红一片海 火烂烂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这一看江先生 真是搞长时间都没有跳舞了 是吧 还是那会做连夜呢 坐坐坐 所以这个带不起我们这狼女士了 来我带一下来 给点音乐啊 我喜欢跳舞我也想学我喜欢 这样的舞我会跳 四步三步 对对对 高中毕业那两年 就去那个舞厅里头跳那个交易交际 交易舞是交际的 交易那个 跳过两年 再就以后就没跳过五年 跳个地儿是有花归 对女人也会跳舞 跳得怎么样你觉得 她有点紧张 太有点紧张了 是吧 我记得你对这一号男嘉宾的印象不错 那对江先生呢 江先生也不错挺好的 这要打分打多少分啊 嗯 一样吧 有九十八分吧 男嘉宾看 比我眼都高 你瞧着吧 说老实话 这两个人都不太适合她 她适合找一个那种 她踏实实过日子 我记得你手特别巧 你学着要学多长时间了 这个谭部长是学多长时间 就是你会那个基本编法 知道怎么起头就行了 基本编中国结社 天资聪颖 对 就是开头起头就会了就行了 您要找一个 您的另一半 您那有什么条件呢 因为差不多 我想找一个就是 有责任心的 就是要顾家的 身体健康顾家的 嗯 就真心 真心过日子就是 还有要了解的吗 没有 行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让江先生 先到厂下去 观察室再考虑一下 我还有个才艺的表演 准备表演啥 必须表演魔术 那啥吧 我来给这位女士吧 刚才你不是那个 来来 你把这个画一个印 你自己画好了啊 我能把它变到一个神奇的磨盒里 来姑娘 上台 在中间画了个点 你不能说出来在哪画啊 他说他要变个别的 我能把这变到一个神奇的磨盒里 看好了吧 是吧 我把它放在手里吧 我拿一个 找一个小道具 你先拿着拿着 坐着 你往边站一下 还行你太近了 过去了这回 打开吧 这就过去了 哈哈 你刚才那会儿有东西没 你自己打 他画的呀 他自己画的东西啊 我不可能他自己才记得 你打开 哎呦 好几层的 你看多精致 还有个小袋套着呗 哈哈哈 是这个吗 你确定是这个吗 我确定 是你画的这个黑点是吗 对啊 我没看他怎么变 变得很神奇 是不是给的时候 已经天天就放进去 这是您平常的一些小爱好是吧 我特意来这节目准备的 哈哈哈哈 但你看啊 三位专家挑的那个人来配合 本来我都把东西都放下 准备要配合他了 人家不用我 是吧 所以我们看出了玄机 是吧 看出玄机 对啊 过地性 方向性非常明确 对 您这是有点那个拉近距离 好 对对对 所以这江先生头脑非常清晰 对 要干什么 人家是一点都没耽搁 刚才我说把来回车票报了 他他他他给我提出一例了 我就记住他 但报了你别找我了 好好好 找他们吧 好再见啊 比第一次要好多 起码在那个个人这边不是太紧张的吧 又结交了新朋友 是吧 通过选择这栏目 可能更有很多人要认识我 在选择婚礼上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哪位给你影响比较不错 还是 二号吧 二号 二号一点 他的一些经商经历啊 一些什么我们有点近似 今后也在一起交流说话呀 好沟通 现在就是自己带着孩子 然后 过这个很休闲的生活 对 这个老伴是什么时候走的呀 您今年才48岁 我48岁 我39岁那年的走的 是2004年走的 他有多大的儿子 他41岁 哎呦 什么毛病啊 那么年轻啊 就是一个恶性脑瘤 开了两次炉 就是从这个耳朵开到这个耳朵 开了两次 天哪 多痛苦啊 特别痛苦 我看 他会跟你说吗 他晚上疼的什么样子 说不出来 表达不出来了 反正第一次开炉手术 完了以后 说过一段时间 还会那个复发 大夫就打一比喻 说就跟那树根似的 就完了那个 就切完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 那半年左右 都又长不来了 所以切不干净 所以就说实际死亡 还是挺挺可怕的 真的 但是他走了 孩子有多大呀 我女儿十五 就是十五岁生日 第二天走的 那就在您一个人扛这家吧 家里边什么事 脏活累活 全是我一人看 就是灯 灯泡坏了 那全是我坏 做个饭 什么下水倒堵了 全是我 我自己弄了 希望找一个 有责任心的 他是过日子的 对 然后我还是身体健康 感情专一就行了 要求不是特别高 对他 要专一要健康 对 两个人还能 现在岁数也不大 还能出去 到处旅游一下 一起做个伴 再干点什么 对 其实我挺喜欢旅游的 就是现在没有伴 一个人不爱出去 我不知道今天 这个一号和二号 男嘉宾 哪一位 您会更喜欢 因为您刚才打了一个 相同的分数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现场 五位优秀的男女嘉宾 已经准备就绪了 手里拿着自己的玫瑰 到底他们会把玫瑰送给谁 对方会不会接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一号男嘉宾 我暂时放弃 放弃啊 为什么呀 我觉得可以下去说吃顿饭聊聊天都行 觉得花也不能轻易送 在您心中这个玫瑰是情定终身的 是吧 对对对 不能轻易送 对对对 所以要特别谨慎 对 好 那我们尊重您的意愿 那二号 我也放弃 你放弃的原因是 我想 再私下来再了解了解 台上不交流的 不表达自己情感的 你想人家怎么猜你呢 对对 你比如说限给二号了 那二号就会觉得 你至少表达了态度 但如果你根本就不限 你约三号 人家三号说可能他对二号感兴趣 然后您约一号一号说可能他对三号感兴趣 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您的决定玫瑰送还是不送 要不要表达一下您的心意 还是暂时放弃吧 放弃 好 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不过今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是说最终是不是选择成功了 而是干脆两位男士都放弃了这个权利 是挺让我们吃惊的 因为本来是觉得有希望去表达一下的 嗯 而且我们在场上看到呢 就是明显的有觉得这个 比较挺匹配的 就觉得他们两个可能还 如果要交流的话 也比较靠谱 但是如果放弃的话我们也尊重 因为对于尤其是二号先生 上次他献出花去了 但是最终的结局呢 之后再交流 发现还是有差距 我们当然尊重了 再有一个可能就是 这三位女士各有千秋 好可能我们特别希望她们的优点 都集在一人身上 那是一个期待 可能她们也会再去不断的去斟酌 希望找一个更合适的 但五位的条件和状况 已经呈现给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了 我还是说在现场没有选择成功 可能就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了机会 所以期待每个人的热线 都很快就传来好消息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的这期的选择 今天的录制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一号女士张凤荣 46岁 李毅北京人 财务 选择语录 谈不上什么要求 一切随缘 一号男士何振青 49岁 李毅北京人 自由职业 选择语录 找一位真心相爱的人 踏踏实实过日子 二号女士赵小川 45岁 李毅内蒙古人 私营业主 选择语录 找一位懂我 善良 能踏实过日子的男士违反 二号男士江华 48岁 李毅 德北人 私营业主 选择语录 希望未来的你能给我带来阳光 三号女士王英 48岁 散偶 北京人 退休 选择语录 找一位有责任心 能踏实过日子的男士为伴 一号女嘉宾除了相亲 还带着另一个特殊的诉求而来 又怎么要哭了呀 谢谢 很早就想来了是吗 谢谢 帮帮您 好一定 曾经与女儿相依为命 如今却形同陌路 女儿现在跟您住得近吗 啊 我不太清楚她在哪儿住 就因为我找不到她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住 我每天都在看你的节目 我一直想去她帮帮我 我一直在找你呢 女儿意外来到现场 此次相亲她能否得到女儿的祝福 我不知道 为什么只有一门之隔 她却不愿意进来 你愿意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吗 二号女士的择偶观引发现场激烈争论 我一定要嫁一个上千万的一个老公 您是一个特别勇敢的说出来的人 很多人都有抱着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现实这个点上来 是什么让她性格发生转变 她发生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一些脱折 三号女士白手起家 事业有成的她能否收获爱情 当三位优秀的女士 遇到两位幽默帅气的男嘉宾 她们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敬请关注选择 我是妄默 我单身三年多了 我是小迪 我希望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我是王波 我一直在相亲 我是啪啪 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恋爱有那么难吗 恋爱其实不难 只是缺少舞台 送出玫瑰 让爱光临 选择给您一个舞台 直播 直播 直播